丈母娘在西安上班辞职了 心情有点不好 我们两个准备去西安接她回来 对 这两区我妈妈开导开导 她东西也多 顺便帮她把东西都拉回来 爸妈怎么挖一刀做啊 夏宇你还不挖多钱 哎呀 也欺不了几钱 这两天你和我们爸都为大包父母 也挺辛苦的 趁着这个档档你两到五好歇两天 我亲事就不不听了 查了 那个钱一听我回来 就变回来在高门 哦 要不要听嘛 又没啥事把我妈也借回来 这道区西安呢 顺便给我小区的连续带上二十瓶我们家的环花蜜 我让她在网上下单了 她说不要见我们一面 要让我们给她送过去 刚好呢 这一次见丈母娘 我就给她带过去 二十瓶说真的还是挺重的 因为这一瓶了要两斤装了 二十瓶得四十斤 你这一斤多钱都带着包子 都不卖我了 好 娘啊 走西两天 看我妈给我带着这么多的包子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 行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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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拜拜 爸妈走了啊 啊 来加油站给车子加点油 九二加一倍 子哥 啊 三三下一倍 哎呦 哈哈哈哈 平时我们都是九二加买 今天如果说没有钱了 就加一百块油就行了 好啦 才加了十三点五升 来回一趟就酷了 哈哈哈哈 回锅是死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小油米 你看我们来哪里了 啊 还认识我 嗯 还认识在西安的家伯 哎呦 小油米一点梦呀 嘿嘿嘿嘿 你看 你看那狗狗在哪里了 找一下 狗狗在哪里了 啊 狗狗在这里了 小油米的狗狗 哈哈 哈哈 哎呦 那咱妈想把东西嘛都收瘦了啊 哦 小猪死点 我看 拿上是衣服 这是那个啥 耳子和鼻黄都搁着 还有盆 嗯 咱妈都董住中立号 看一下我生活这些大包小包的行李呢 都是丈母娘提过来的 这或许呢也就是打工人出门 在外的一个辛酸和无赖吧 丈母娘呢在西安差不多已经打了有十几年的工了 是吧小鸭 是的 在我上初三的时候 丈母娘闲家里就是也没有太多的钱 所以说出门赚钱去了 对 丈母娘呢在西安是当过保洁 当过后厨 然后是当过家政 还洗过碗 啊还洗过碗 反正就是干的杂货也是比较多的 嗯 但是呢出门在外她也是居无定损的 是的 像好了我们在西安还有一个落脚之处 所以我妈就平时会把她的一些行李就会放在我妹这里 对 起码我妹这边也算是她的一个避风港吧 然后我妈也有我们家的钥匙 每到周末或者休假的时候 她也会来我们家就是放松一下 对 这个就是我丈母娘在我们家的一个住的地方了 是我们家的一个杂物间 嗯 她呢在这儿置了一张小床 是的 我妈这个人要特别的倔强 因为我们家是算上这个房间是有三个房子 然后我平时次往的床也是挺大的 我让我妈就是来的时候住次往我妈不愿意 非要在这边就是给她支个小床啊 她和她一个人嘛在这个房间睡着也挺好的 嗯这个房子呢因为装修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没有买床的 后面其实是计划给小游米 用做她的房间来住着 以后呢我和朱哥就是有机会的话 我们俩就是给这房子 对 换一个大床 以后不管是家里边来人啊干啥 对吧 住的也舒服啊 对反正咱妈呢 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咱们这块的 她想怎么住就怎么住 三个房子呢都是供她使用的 对